这玩我可有年头没玩的啊 捐打过亚堆 369 懂的都懂啊 尤其是那个井盖 那就是早期的竞技平台啊 好家伙 这不是圣子吗 这家伙家里都称这个了 就来摆地坛 就是玩 起初我是对这个奖牌 是没啥兴趣的啊 但我看见这上面写个赞王 这给我干一愣 这是什么狼性文化呢 还是互相扇嘴巴子的那种啊 这该说不说的啊 2015年的 那也算是个老物件的 有时候啊 那大爷也挺不容易的啊 也是找出忘归的啊 摆一个地坛 无非也就是养家糊口 挣点零花钱 这有时候该支持 还得支持一下啊 只要是价格合理 这地坛逛久了 有意思的东西看多了 那对我作品的创作啊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这个属于 属于什么材质 杀紧的 肥钱卖一点 这挺沉的 杀紧 这个杀紧呢 对 在以前那杀紧 寒不寒紧 在地坛里也是一个千古难题了 但是在我的出现以后啊 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啊 就是黄虫 你要真说他有没有紧 那只能说名字上面 呃 带一个紧 手鞋 这个黄匪啊 黄匪 黄匪绿翠吗 这真是好一个黄匪绿翠呀 这我看他不像黄匪呀 我看你有点像土匪呀 有有套勺吗 来套勺 这可算是遇见一个正经攀位了啊 那必须得消费 好家伙 这话可不清白呀 按那谁的话来讲 那这叫人养麻烦呢 这是日本的吗 还是 这是日本的还是 这个我不懂那个 这个小布条瞅着还可以啊 那有点江户时期的那个味儿了 DIY一下做个结袋 还是可以的 这多少年了 哎呀 摆出来年了 我这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这个具体是干啥的啊 但是瞅这个皮盒也是有点小年头了 哎哟 这个场景我长震大还是第一次看见的啊 这要是换在六七年前 这一顿可真能换一套房子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